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能画着 家居城 家居城哪有模特啊 家居城不有床有沙发吗 有多少人一天到晚就站着那地儿睡 蹭睡的 有的是我说你拿个画板画去呗 那万一人家困了就想在那儿休息一会儿 妈呀 我就想看他休息多 有一休息四个小时啊 我的天哪 这帮人可真没素质 那床还要卖呢 那给人家用的吗 那怎么能在上面睡 不先丢人吗 这就叫没素质了皇后娘娘 那超市里边搞试吃活动 有的人端着米饭就过去了 把人试吃的菜全吃了 还有一个电影院搞促销活动 说只要看电影就免费擦鞋 有一老太太把家里好几百双皮鞋拿过去了 跟人小伙子累的 好歹也偷偷摸摸的呀 给我来劲是不是 你干什么 这地儿是我的 是不是来劲 我让你个手里信不信 我问你 哎呀呀呀 赶紧出去 出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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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嘛呢这是 没事 蹭网的 老板 哎 拿点水呀 这口感受到渴 快点 快点 起馋叶末子去去 十两啊 给我记账上 十两啊 老板 我这肩膀疼啊 柔点柔点 我肩膀一百两啊 哎呀 我这坐着不舒服呀 那你垫着鲍勃来 我想垫皮鞋 你就得了 你垫鲍勃得了 那不要钱 随便垫 舒服 舒服 好 可以抬 柔柔 有 留位是吗 有 您来了都没位是吗 哪儿啊 给您留了信号最好的地儿 这黄位后边 哈哈哈哈 你呀 就像狗一样钻进去 这里边信号是最好 哈哈哈哈 好累啊 对啊 哎 怎么样 马哥 马哥吧 马哥 快伺候好了 伺候这 哎 哎 这 这什么呀 哎 蹭吧 你看柔柔柔 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 你得蹭到我头上 我又没蹭你 这孙月外跟敏福建蹭你 我就负责给他们做个服务 你有点事啊 你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 明白 说到这个蹭啊 你说了全是低端的蹭 那高端蹭怎么蹭呢 哇 那可厉害了 国家与国家之间蹭啊 那蹭的可就是名 蹭的可就是利 那蹭个惊天地气鬼神呢 你举个例子 嗯 三国你知道吧 我知道 那个诸葛亮打赤壁之战 草传接箭 那不就是蹭人家曹操的箭吗 哎呦 人家那是军师 那是计谋 那怎么就蹭啊 有了你也不懂 我爱跟你掰扯 送你 看你 这什么呀 论演员的自我修养 嗯 你知道这蹭界很难的 你要学习最高超的演技 而且呢 还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最重要的 你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 那才能蹭出品位的 哎呦 我就不明白你说你们蹭来蹭去 蹭的是什么心理啊 那这小的那蹭点便宜 也就这样了呗 那大的就不一样了 蹭明的蹭力的那有的是了 你看不还蹭的还是利益吗 这样啊说了半天都没用 你告诉我怎么才能见皇上 哎呀你蹭我完了吗 我蹭你干嘛呀你个嬷嬷 我是个简单的嬷嬷嘛 蹭神归位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孤苦伶仃 为了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除火下去 小女孩只能想尽办法蹭吃蹭喝 不知不觉就练就了一手蹭的本事 渐渐的随着小女孩蹭的东西越来越多 这些低层次的蹭已经满足不了她 她希望能够蹭出高端 蹭出名气 最后蹭出中国 在全世界的舞台上 蹭出一片天 成为全宇宙的 蹭神 终于有一天啊 这个小女孩见到一个特别丑的哥哥 坐着皇家的轿子从市集经过 这个小女孩可羡慕可忌妒了 于是啊 这个哥哥最终就成了皇后 小女孩那天就暗自发誓 但是早晚有天啊 她也得蹭成皇后 行啊 我就知道你在我旁边处心积虑啊 你肯定有目的 我早看出来了 哎呦我就开个玩笑 你怎么什么都当真呢 我虽然只是个小嬷嬷 但放眼着三宫六院的 谁敢不听我当 我就不听你 我肯定跟你斗争到底 这都不重要啊 我单说你这个蹭 蹭本身没问题 但是前提是要经过别人的同意 在不侵犯别人利益的前提下 蹭没问题啊 还可以节省资源 但是如果你不尊重别人 没有争得别人同意 那你这可就不是蹭了 你这可是盗窃 知道了吗 嗯 记住啊下回不要乱蹭 嗯 行了 起来吧 我就蹭着做一 给我吧 拿过来 拿来 蹭着弹一会儿呢 蹭蹭 那个 那个 没有 你什么弹我拿了 你啥时候拿 我觉得我在手上带好好的 不天天的 哈哈哈哈 都想要 你我按 你什么人 你什么人 你死定了 你自己来